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飞的与换点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Pine Network的信息 那好 因为这几天的视频的一个更新呢 也随着国内或者说YouTube上面的一些派友呢 在渐渐的对于Pine的一个这次的更新表示了一些不满 其实我知道每次在Pine Network主义更新的时候 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自已的事情 就是说Pine Network除了换逼子 或说重复的话进行多次的讲 那这样去拖延这个时间 那有很多派友说 现在目前为止Pine Network连KYC都搞不理 像后面的很多项目都已经启动了KYC 那像Star Network还有等等的 那么很多的项目呢仿造Pine Network呢 都已经进行了KYC 那为什么Pine Network一直卡在KYC一直不动 那这是一个比较值得大家去怀疑的话题 还有呢很多派友说 虽然说他参与了很多的项目 但是对于Pine Network而讲 他花的精力是最多的 同时呢参与的时间也是最久的 都是因为挖着Pine Network挖着挖着 发现了其他项目 那就进行去挖一下 那么反正都是免费的 反正都是白领的 那就领一下 但是呢他始终还是忘不了Pine Network 始终还是认为Pine Network是老大 认为在Pine Network上面 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了解他 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了解的 最多的一个渠道是哪里 是在群组 因为我们现在在内地区 很多人呢就是见一个卫星群 或者说见一个客户群 我们在里面去聊一些东西 或者说我们每天分享自己的一个心得 那这样的话在每天陪伴着我们点闪电的这个过程中呢 不至于那么无聊 所以说这种做法呢是去打发时间的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去学习的 有多群组呢它是打着一个学习的目的去的 就是说很多人呢就说我参与了Pine Network 但是呢认识比较低 我们要去学习 拿住手机里面派 有很多人就说啊 我们派呢一定要学习 一定要学习 就在我看来Pine Network 一些官方的消息呢 已经足够我们学习了 你只要把它的白皮书读懂啊 里面的那几个公式给看懂的话 你不需要再去这个群组里面去学习 群组里面更多的学习啊 并不是底层逻辑也并不是技术 而更多的是内心里面的一个心得 啊我们怎么去拿这个派啊 我们未来你们怎么去操作这个派啊 这个派币拿的时候我们怎么花呀 啊大概都是这几种类型的 所以说很多的派语员已经听到比较不耐烦了 就说你们叫我学习学习学习 结果每天听到都是鸡汤鸡血啊 这些东西没有意义 那再反观过来看到派APP里面的一个更新 之后每次都是换一张壁子 或者说重复的啊这个东西怎么操作 那知道的我们这次的派的主页更新 是来源于一个钱包的 那这个钱包的更新 我们知道有一个主网的钱包 还有一个测试网的钱包 主网的钱包 我们必须是这极少部分的人啊 通过KYC之后 你才能拿到这个主网的映射臂去主网里面去运作 那很多派友其实是没拿到的 所以呢更多的派友 没拿到这个主网钱包的派友呢 就说哎呀这个更新和我们没有太大关系 跟我们讲也没太大关系 你说这个钱包不钱包的 我们钱包已经早就注册好了 朱基茨那些全部寄好了 并且已经绑定了 但是KYC没过 很多人就在考虑这一点 就是说未来的18个月 上一次我在我的节目里面也说过 有一个采访的视频嘛 采访了吉古拉斯18个月的未来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吉古拉斯说 现在挡在他面前的 并不是说是我们要考虑什么主啊 什么值钱啊 考虑了还是这个KYC 那很多派友就说了 这个为什么别的项目都能够那么轻易的KYC 为什么Panetwork不能那么轻易的KYC 这是何种原因 其实再准确的讲 Panetwork的KYC呢 是源于自己的一个数据库 他自己的数据库呢 他要将它进行分化再去打包 然后存在以后的一个区块链的这个节点里面去 那这个区块链的节点 他以前说了要去进行一个 我们能够去人工的去审核 然后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还要把它给切片 就是我们每个人去投入的一个信息哈 我们这个信息呢 他是要帮他给切块的 切块之后放在不同的这个节点里面 那这个节点呢 我们去审查的时候 以这个作为一个验证员去审查这个KYC的时候 你看 这个有些模糊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 看是不是他的 或者可以把它最终整合在一起 但是在存储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存在节点里面的时候 是以切片的形式去碎片化的存在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这个节点里面报废了 或者我们节点里面进行了一些被公转之款 他信息也不会被透露 所以说Panetwork呢 做的这个KYC单 它并不是这个中心的 并不是中心化的 而很多的项目的KYC单它是中心化的 你们KYC的一整套给项目方 你给到项目方之后 你是信任项目方 你信任这个项目 那你给到它这个项目方 对于它的数据科技对比 OK 你过了 那就过了 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讲的话 KYC的这个问题 尼古拉斯的团队就是Panetwork这个项目呢 它为什么比其他项目要慢 最主要是它要把它的信息给切碎 那么对于你的一个隐私保护是比较安全的 那其他项目为什么它那么快 它的信息是一整块的存储在项目方的服务器里面去 你要去提取的时候很快的就给提取出来 和你真人意对比 这个速度非常快 就可以对比成功 对比成功之后 那你就通过KYC了 那从本质上来讲的话 安全性来讲 Panetwork的完全信息更加高 但是它的花的时间 花的精力和花的这个费用呢 肯定会比较高 那像传统的这个KYC呢 放在服务器里面 它的价格自然便宜了 那这是这一点 关于KYC的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点 我做么久了之后 我参与Panetwork的一个心得 其实我是参与的时间并不出来太久 你们有很多人 其实比我的时间还会更长 但是在我看来的话 我在参与Panetwork的时候 要更多的是一种 以闲暇的时间去做的 每天该做的事还得要去做 每天该上的班要去上 每天该去挣的钱还得去挣 这个Panetwork呢 我们作为一个希望去存在 那你不能说是每天我们考虑到 这个积雪听多了之后 Pan未来是值钱啊 值钱啊我们要拿住啊 我们要去学习 不学习化为未来守不住这个财富 那未来的这个事情 你守不守得住这个财富 是靠你的现在去听这些鸡汤 能达到了吗 我们听得越多 我们觉得项目方越慢 我们看得越多 我们觉得它越慢 我们觉得这成功 对我们带来的好处很多 但是我们此时看不到成功 我们就会觉得慢 那很多人就说了 五年之后可能再等五年 可能还上不了公开线的主网 其实上公开线的主网 只是项目方的一方面 那上公开线的主网 可以对接很多其他的链嘛 可以上交易所嘛 那如果说我们未来 这个所有的三千五百万人 都通过KYC 都进行钱包印射的时候 上不上公开线的主网 我们内部其实应该是可以流转起来的 然后达到一个内部的循环 那这样的内部循环 其实说实话 你要说是没有新的人加入呢 内部运行起来 也是这么大一个盘子 也不可能说是造成太多的一个经济增长 我们内部的经济增长 或者说派币的价值就多高多高 它必须是源源不断的去进入到内部的一个新鲜血液 所以说在我们的内部的人进行KYC差不多了 大家都运作起来的时候 需要外部进入的时候呢 这个通道才打开 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回事 所以有的人就说我在为项目房洗白 以前都是半年几个月要公开性的主网 现在动不动就一年半 那其实说实话 我只能说是我不是跟项目房洗白 我是以我的一个判断来讲 可能是在一年半以后才考虑上公开性的主网的事情 因为从我的这个推断来讲 KYC现在过的人没有多少 而且这个KYC是从今年的3月14开始的 到现在你看3月14到现在的已经8月份了 整整的五个月的时间 其实通过的人我们在这个描述上来讲 是说通过的人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但是呢实际上肯定它速度是快 但是我们基数又这么多 目前还有很多区域呢是卡在KYC的这个阶段 那比如说大陆地区的 还传说其他的菲律宾或者越南地区 我不知道是到底哪个区域 还出现了这种停止让他们KYC的这种情况 那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 出现最大的问题还是KYC这一步 大家都卡在这里的没动 我们想说今年能上公开性的组网 那现实嘛 我觉得不太现实 以前我认为的是在12月份的时候 可能有一点可能会上公开性的组网 但是我在目前来看的话 很大可能是不能上公开性的组网 所以说在组网的这一块呢 项目房也是没办法 我们每天看到的更多的呢 每一次每个月呢进行一个降速 然后呢 久不久的我们的主App里面呢 更新一个东西 但更新的东西呢 感觉是不痛不痒的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太老火了 让我等到太痛苦了 我们说实话 年龄轻的还好 还可等个十年二十年几十年 还没有太大问题 是吧 按照人的正常寿命来讲的话 我们再等个几十年 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有的人他的年龄就比较大了 我知道我们群里面有个群的一个派友 他已经82岁了 你这样他再等 再等几年 他有多少个五年呢 你去等 是吧 很多人在担心这一块 所以说每天在觉得这个派真的是太慢了 有的很多人呢 在国内的 我也在b站上面去上传我的视频 那上传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说了 这个派真的是太老火了 一直在拖一直在拖 明明能够去很快做好的事情 他一直没做好 所以说大家一直在纠结这个点 其实我们变相于换过一个角度去看待的时候 就把这个事情给想明白了 我觉得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个派太慢了 我们觉得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让大家的心力白费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说 这个学习让我们学的太多了 就很多的群组里面 每天都跟大家灌输的是 这个派未来值多少钱 未来非常厉害啊 我们一定要拿好了 我们每天要学习啊 我们每天的关注点就在派的身上了 其实没有那么多必要的 在我看来 派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的一小部分 而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呢 目前来讲就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一个朋友 还有我们是否去挣钱 让过好现在目前的生活是重中之重 那至于pineatwork 我们未来直播之前 我们现在准确来说没有一个定论 你拿太多的精力放在未来的上面去看 会把现在的更多的新力量画在上面去 让自己无暇顾忌现有的生活 所以说每天很多人呢 他拿着两三千的工资 想着我未来是几十万 几百万几千万 甚至上亿的这个身价的资产 那你首先还得考虑一下现在过得好不好 是吧 你每天就觉得我拿着几千块钱工资 我就等到pineatwork成功的时候 我一飞冲天 我将我的主管管我的上司啪啪打脸 把他们的鱿鱼给炒了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我们还得说 把现在的这个事情给干好之后 该拿的工资拿了 该挣的钱挣了 让自己现在有个相对很好的生活 那未来这个派资不资钱 如果说资钱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锦上添花 如果说不资钱 也不会对我们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 就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国内的派友太过于浮躁了 那么其他区域我不太清楚啊 我也不敢去下定论 但是对于我来讲 现在国内的派友的这个心情太过于浮躁了 认为派值钱 而且这个钱值非常多 并且想要马上拿到这个钱 我觉得不太现实 至于他值不值钱 应该怎么值钱 他是慢慢一步步的来的 我们每天拿着最低的工资 拿着最少的收入 干着最累的活 还幻想着有朝一日 我们啪啪打老板的脸 是啊 有打脸的时候 但是打脸的时候 不可能来得太快 我们还得去等待 你就把你的焦点放在 你应该如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 自己多读一本书 自己多学习一下区块链的知识 并不一定说是单单的在群里面去学习 听这个积雪 听这个价格 我们学习区块链的知识 可以从底层的技术去学习 或者说我们读一些自己觉得有用的书籍 让自己内部的一个提升 而并非是让外部拍Network成功变成了3143,140万的时候 它的那个价值掉到我们身上 让我们来成功 我们如果说自己已经有很大的能力之后 拍成不成功 说实话 对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么大的影响的 当然在这里我是希望拍Network成功 并且拍Network已经是往成功的方向去发展了 只是说我想今天这期节目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的焦点不要一直集中在拍的身上 我们更多时间要将自己现有的生活过好 如果说你每天将你的这个焦点集中在拍的身上 你刷抖音的时候去收拍Network 我要看一下抖音里面有什么拍Network 你刷长视频的时候进YouTube的时候 你也是收拍Network 进B站的时候也收拍Network 你脑子里面全是拍Network 进群组聊的也是拍Network 除了生活之外 你就只有拍Network了吗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没有你的朋友 有没有了你的家人 有没有你的父母 要不要考虑如何增加自己的收入 而并不是等着拍Network成功 一个大的线命掉到你头上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我们现在每天去了解的就是 群组里面去打一头 早上去和大家调侃一下 吹一下牛 然后更多时间看一下群里面谁说了些什么 我们去学习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要把控好时间 那么今年的话 我们知道已经之前 那是在国外很少的区域的人 就是很少的部分人 我们没有成为幸运儿 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有参加异货的价值了 没有必要去急这一时 我们更多的时候把自己的一个注意力 转移在自己的工作上 转移在自己的自我的一个提升上 然后等着拍Network去成功 那如果说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 光光看着他的话 那你肯定会觉得痛苦 那么每天看见一件事情 它的进展又非常慢 你肯定是比较老火的 所以说今天要给大家说呢 就是我们在挖派的时候呢 可以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一下 这样的话不至于让自己过得非常的痛苦 那好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那么以上的分析呢 仅仅是来源于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和我个人的一个心得 如果说你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 或者不同的意见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说了 那好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